唐太宗李世民是大唐盛世的奠基者 对历史的贡献鞠躬至尾 故而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说法 但在李世民身上也有很多备受争议的地方 玄武门之便杀死自己的兄弟手足 随后又抢抢霸占兄弟的妻子们 既然是门 那说明肯定还不是一个人 让人怀疑在李世民眼中 是不是媳妇还是人家的好 李世民作为千古一帝 为何会强占弟弟李元吉的媳妇仰室呢 难道真的是如后世猜测所说 是为了拉拢他的家族势力吗 实际上背后真实的原因 远没有这么复杂 甚至还有一些无耻 在公元626年7月2日 天色微亮便奉旨入宫见父皇李渊的太子李建成 还有跟随前来的齐王李元吉 一起来到玄武门外 李建成已经感受到朝堂上的危险信号 但他没有想到李世民会下手这么快 等下抽身撤退的时候已经晚了 李世民在玄武门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 太子府和齐王府的亲兵得知自己主人身陷险境 集中力量猛攻玄武门 此时御赤公把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向上人头扔出城门 亲信士兵一看主人一死 没有接着反抗的必要 瞬间就鸟兽散逃跑夺命去了 秦王李世民以护驾的名义带兵来到李元面前 逼迫父亲让位给自己 几乎是在同时 李世民派出的士兵已经血系太子府和齐王府 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子嗣全部被杀死了 府中的女眷则全部被带回 安置在李世民的后宫之中 大嫂郑冠阴娘家势力强大 李世民也不好太过磕待将郑冠阴安置在了常乐门内 封墙的另一面便是严阵以待的守城士兵 弟妹齐王妃可就没这个好运了 李世民不顾大臣反对霸占了她 有些人经常将齐王妃与李世民的杨妃混为一人 但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人 杨妃是隋阳帝的亲女儿 齐王妃是隋官王杨雄的侄孙女 齐王妃漂亮有才华且善歌舞 李渊称帝后与杨家联姻便将杨氏嫁给了齐王李渊姬 同李渊姬的子嗣状况看齐王妃与她的感情不算太好 李渊姬的孩子没有一个是齐王妃生的 李世民登基后将李渊姬的齐王符赏给了射杀她的功臣御赤公 没了住处的齐王妃自然也只能卷进在皇宫中 这就给了李世民发挥的机会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 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去世后 想要让齐王媳妇杨氏来接任皇后大尉 那么齐王妃到底有多漂亮 为何能让李世民如此沉迷 首先齐王妃的确长得漂亮 但这并不是李世民强占她的主要原因 李世民之所以霸占齐王妃是因为她觉得这不算什么 李世民身上有鲜卑血统 父亲李渊是汉族不假 母亲杜氏则是鲜卑的贵族 所以封建里叫人伦道德对她而言通通都是废话 只要是她看中了女人 别说是兄弟的妻子就是老爹的媳妇儿子的妻子 她也能照去不悟 李治与李隆基不就是这样 李世民霸占了齐王妃后 为了羞辱她 没有给齐王妃任何的封号 因此齐王妃一直是顶着李元吉老婆的头衔与李世民来往 这对深安恐怖之道 齐王妃而言一直是天大的折磨 但李世民认为这还不够 于是他与齐王妃生了个儿子 李世民还将这个儿子过继到了弟弟李元吉的名下 李世民真是杀人诛心霸占李元吉老婆与他生孩子 还非要李元吉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的 这是多大的耻辱啊 而在李世民处理了唐兄李元之后 他的妻妾也全部都照单全收 后来有一天 当时担任是中职位的王妃看到唐太宗李世民身边带着一位美女 正是李元的妻子 李世民对王妃说 卢江王李元平常就做夺端 多行不义之事 杀了我身边这位美女的丈夫 然后强行霸占他作为自己的小妾 所以李元的灭亡是早晚的事 王规听了太宗的话 说陛下您既然知道 李元灭亡原因中的一条是强占别人妻子 那您为什么还要把这位美人留在自己身边呢 唐太宗李世民听后感到王规的劝谏很有道理 所以就把这个唐兄的老婆放出皇宫 从这里可以看出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能够听得进去劝谏的君王 也和历史上李世民虚定内建的事迹相吻合 李世民强占兄弟的老婆并不是完全因为美貌 要不然也不会放走李元的老婆 李世民对于杨氏的霸占更多的 还有家族势力和朝堂局势的考量 首先是为了安抚杨氏一族 杨家原先将杨氏嫁给其王李元吉 目的也是为了攀附李元吉势力 如今李元吉被消灭 李世民明显成为了朝中最具权势的势力 眼看李元吉这个靠山没了 对于杨家来说也是一大损失 但在这种情况下 李世民纳了杨氏 对于杨家来说就反而因祸得福了 从此就攀上了实力更强的李世民 想必杨家不但不反对 反而会支持 虽李世民纳了杨氏 不但能使自己少一个政敌 还为自己添了一股支持的势力 可谓一举两得了 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旧史家是背景非常强大的 在我国历史上 门帝制度在隋朝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 不少名门望族在隋唐之前就赫赫有名 杨氏家族就是其中一个 在北周时期 红农杨氏家族中有一个人叫杨忠 此人无意高强并且很有远见着实 他跟随独孤信征战四方 在此时期立下不少的战功 也许在历史上他的名字很少被提及 但是他的儿子就不一样了 他的儿子叫杨坚 杨坚的开挂人生经过一番弱肉强势之后 他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 其家族自然也确立了不同凡响的地位 杨坚之后儿子接班 可惜的是成为了历史上的短命王朝 随着天下大乱后 地方新势力崛起 重新整合之后的割据势力再次争夺讨伐 最终是李源建立的唐朝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虽然杨氏统治天下的时间很短 但杨氏家族仍旧是根深叶脉 多年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衰落的 反过来再看李世民选五门之变后魔群的皇位 刚刚稳定的天下再次面临动乱的威胁 拉拢名门望族的势力显得非常重要 毕竟新生唐朝的很多资源都控制在家族势力中 这也正是李世民看上杨氏的原因之一 依靠杨氏背后的大家族势力能够帮助自己迅速稳定超级 而杨氏家族也能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和地位 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双方都乐于接受这样的安排 也许有人会问杨氏如何面对自己的杀父仇人 两人之间会有真感情吗 难道不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一刀结果了李世民 如果从感情的角度看杨氏 他一直都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 他的婚姻都是政治联姻 包括嫁给齐王李元吉同样也是政治婚姻 哪有所谓的感情基础 李世民将自己内入后宫之后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更有权势的人而已 另外刺杀皇帝会牵连到自己的家人 相信杨氏宁愿为自己的家族而活着 作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 爱慕美色是有的 手段时而狠拉强硬也是有的 相信更多的是从唐朝的角度出发思量的